这是要把人送去哪儿啊 庶民院亲子接管 押入大牢 怎么审 赵郡主 灵孙的葬礼还等着你回去主事 赶紧回家吧 你去吧 我没事 我没事 赵郡主 请自便吧 剩下的 我还有话要问 放心吧 我们去哪儿 密阁 哼 怎么变成这样了 如今密阁已不再分什么六斋七斩 也不会再驻扎子弟 那搬去哪儿了 城外军营 本就是为战而胜 又何必搞成书院模样 家父的那套刑事手段早就该扔一边了 现在的密阁已经没了教书授课 有什么用呢 学习武艺战绩足矣 不读书不明理 怎么能明白密阁意义所在 若只会杀戮却不懂立心定志 迟早会被血遮住眼镜 军人 只需要服从军令即可 所以你根本不明白 陆掌院为什么选少年入密阁 理念之证 不必多废口舍 算什么 周围已然不妨 谁也不许离开此地